一滴血就可以测出疫苗保护力 还有如果染疫了 你会是轻症还是重症 这是台南城大研发出来的两款蛋白晶片 其中一款只需要一滴血就能够验出 疫苗对于病毒的综合抗体有多少 高风险族群可以先知道疫苗对自己的保护力 再决定要不要打追加剂 而另外一款则是能够测出 刚染疫民众的免疫特征 可以先测出未来病程是轻症还是重症 提前的减伤分类 疫苗保护力敢不敢得上病毒变异速度 不少民众很担忧 台南城大研发出蛋白晶片 只要一滴血测出抗体有多少 让血量跟蛋白质反应一个小时 透过晶片模拟感染过程获得数据 以往这项检测必须在防护实验室2到3天 结果才出炉 现在一小时就能揭晓答案 不管是原始病毒株还是Delta变异株 打过AZ莫德纳第一二季 以及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 中和抗体各是多少全都一清二楚 针对一些高风险的族群 像是医护人员或是免疫地下的患者 检测完自己身体保护力低下的时候 不妨再增加一剂疫苗 高风险族群像是医护或是免疫力低下的人 可以透过检测 斟酌是否再打一剂疫苗增加保护力 它用量的蛋白非常少 所以在经费还有消耗上面是非常节省 除了这款蛋白晶片 陈大海研发一款能够分析确诊者 免疫反应蛋白晶片 在染疫初期透过一滴血测出轻重症 未来能够迅速减伤分类 药物有限的情况下将能优先留给重症者 一滴血验出抗体辅助减伤 疫情深温的现在 面对病毒变异 又多了一项武器对抗强低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